就非拿出电源板及控制板 强大的吸力全靠这一个电机产生 这一个就是这个洗地机的主板部分了 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这款云朵2.0洗地机的详细测试片的内容 相信兄弟们都看过了 它的清洁力 吸力 噪音及自清洁效果 全部都测斗了 咱们这一期视频就是硬核拆解 掰开揉碎这个家伙 看看内部的电机 水棒 电路板 做工到底咋样 核心的部件全部都扒出来 数据一清二楚 想知道这洗地机值不值 拆完就明白了 咱们的测拆视频就一个字 透 喜欢咱们这种干货视频的 记得三点支持 点赞关注投币 走一波 各种产品测拆一个不漏 咱们话不多说 螺丝刀准备好 开始拆 首先就是拆解这一个自清洁机站 这个产品的RGB四维自尽导 这个功能确实是很不错的 能把这个洗地机的滚刷 洗得又干净又干燥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个内部 加厚的这种硅胶防滑条 这里一个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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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用了四片 打开底部的盖子 这一块就是一个加热板 这两个是洗地机充电的控制装置 洗地机从这里进入基站 滚轮压住这个地方 侧面就会伸出触点 挨上洗地机上面的触点 给洗地机进行充电 机座后面的盖子 一共用了十颗螺丝 这边黄色的板子为电源板 这一边为控制板 旁边这里设置了密封泡棉 这里还有一个单独的一个盖子 压住泡棉 以防这个板子进水 这个防护措施 做的是很不错的 内部的每一个电线的连接处 全部都打了胶 进行固定 包括后面关键的地方 都打了白胶 进行固定 卸掉螺丝 扣开加热板 边缘还有这种白色的 硅胶进行密封 这个是防水的 这都是细节 一共有三个温度控制 这三个应该是NTC热明电阻 对应的排差在这里 红黑色的电源线 对应的排差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一根线是主电源的一个D线 这个是做了接地保护的 充电的振幅级线 加控制线 接在控制板的这个地方 这些电线的地方 不仅是有白胶固定 还有一个硅胶的软塞子 塞在里面 把这些线全部固定住 这些都是做工的细节 这个是220V的进线 主电源线 S型固定 通过盖板把它压住 电源线用的是一种拖链线 非常的软 这一块就是PTC加热板 表面为不锈钢的材质 这个是背面的细节 大家看一下 基站上面的充电控制装置 通过这两个弹簧 进行充电开关控制 这个是基站的RGB灯板 控制线在这个地方 拔掉以后就可以拿出这个灯板 灯板上面全部用胶水进行固定 线下螺丝就可以拿出电源板 及控制板 基站上面半透明的装饰板 用的是ABS工程塑料的一个材质 这个基座的主壳体 上面有PP加TD20的材料标识 后面的盖子上一样有材料标识 底盖上面也有材料标识 这种材料是属于聚饼锡的一种改性材料 加入了20%的矿物成分 让这种材料有更好的表面光洁度和柔韧性 而且这个是无毒环保的材料 这种材料属于一种中高端产品 才用的一种材料 关键的易磨损的地方 用的是尼龙的材料 这就是这一个RGB四维自尽导的洗地机机座 拆出来的所有的东西 电路的话我们放在后面一起来介绍 我们现在对这个洗地机的主体部分做一个拆解 这里有一个小标签贴纸 撕开以后这里有一个小洞 用这种圆锥的把这里顶住 就可以拿出这个零重力手柄 卸下以后就可以扣出内部的电池 电池型号为2032 螺丝位有这种按扣把它扣住的 直接打开手柄 内部这里有一个控制板 这是控制板上面白色的硅胶 四颗功能按钮 装饰贴 有三颗螺丝 取出这个圆形的盖板 正面还有一个 正负级弹簧触片 它是安装在这个孔位里面 这个排线上面一样的有白胶进行固定 红黑为连接电池的 中色和蓝色连接这一颗红外灯泡 控制板没按一下就会发送信号 通过这个红外灯泡 把信号传输给主机 手柄的白色塑料为ABS工程塑料 这里也有ABS的标识 黑色的部分一样的是ABS工程塑料 手柄的连接杆为铝合金材质 这上面白色部分一样的为ABS 包括两个小盖板也是ABS的 这就是我拆解下来的 这个手柄上面所有的东西全部在这里 我们现在对洗地机的拖头部分进行一个拆解 首先这个上盖 大家看这一排密集的出水孔 一共24个来对这个滚刷进行供水和清洗 这就是一个巧妙的设计啊 这个云朵2.0洗地机的毛发抗残扰能力这么强 就是因为这一排齿梳啊 固定齿梳用了4颗螺丝 内部还有两根弹簧 大家看一下这个设计是不是够巧妙的 给这个齿梳来一个特写吧 这个是盖子上面的 内部两个弹簧进行开合 这里为拖头部分的出水孔 进水是从这里进去 这内部为一体式的结构 这是滚刷内部的结构 内部实质型的卡扣 用这个实质叉来转动这个滚刷 一体成型的毛刷 这旁边都是直接压上去的 再看一下里面的结构 底部两个小滚轮 拖头底部的一个小盖子 灰色的硅胶条 这个硅胶条可以挡灰尘的同时 还可以给地面进行刮水 白色的滚刷锁纸结构 用来勾住滚刷 旁边还有一个小弹簧 用来顶住滚刷 防止滚刷松脱 轮子两边的装饰盖 白色的洗地机拖头散盖 散盖咬合的缝隙 全部都有白色的密封圈 来进行全方位的防水 硅胶材质的密封圈 看这些缝隙里面都有 这样的防水措施 做的还是很到位的 正极触点 内部线染的颜色为红色 控制触点和负极触点 内部线染颜色为蓝色和黑色 连接线的地方都打有白胶 进行固定 而且还可以起到防水的作用 三个触点 滚刷电机 连接线从这里穿出来 连接到电机上面 黑色的作为一个装饰板 把它盖住 电机的引出连接线在这个地方 内部一样的打有白胶 进行固定 固定电机的钢板 钢板的厚度非常厚 连接线的地方有硅胶 以防连接线被割断 电机连接线这个地方 有屏蔽磁环进行抗干扰 电机上面的灰色的塑料 都是高强度的尼龙材料 然后这上面还有利封圈 装入滚刷 跟滚刷进行契合 防止水进到这个电机里面 这个是传动的十字擦装置 上面有灰色的硅胶进行减震 这个可以消除转动时的噪音 拔出内部的电机 电机外面包有这种生雕带 也是防水的措施 这上面也罐了有白胶 电机连接线 通过这种排擦进行连接 这个电机非常的成熟 电机外部的保护壳体 用的是铝合金的材料 这个地方有一个触控开关 洗涤机推入基站的时候 这个开关就被压住 就开启了洗涤机的 漆洗工作和充电 这个就是微动开关 两个滚轮 这个轮轴是用白色的尼龙材料做的 这个吸风口的固定卡扣 也是用了两个螺丝固定的 软硅胶材质的出水管 水管用这种尼龙的绑扎带 把它绑住 取下这个水管 脱头主机 跟这个底座连接需要转动的地方 这上面打有润滑油 脱头部分的主壳底材料 ABS工程塑料 这种塑料的强度是非常高的 这个盖子部分 为透明的ABS工程塑料 白色的上盖 也是ABS工程塑料 小盖子上面 一样的有ABS标识 底部的小盖子上面 也有标识 包括这个尺素的塑料上面 一样有ABS的标识 两边轮子盖子上面的 材料标识 一样的 这就是洗涤机的脱头部分 拆解下来所有的零件 我们现在对这个洗涤机的 主机部分进行拆解 这个是洗涤机的 90度转动装置 洗涤机的水箱 这个趣味棒的效果 有一说一啊 确实是很不错的 我现在打开 有一股淡淡的香味飘出来 这个水箱就是一体化的 我们没有必要去拆它了 加粗的螺丝 上面还有硅胶的垫片 导线的地方 全部打有白色的胶进行固定 卸掉主机中间六颗螺丝 这个是水管 有电线的地方 就有防水措施 红色的硅胶防水圈 这些电线的地方 全部都打了白胶固定的 这一头也是一样的 主机底部四颗螺丝 主机上面的盖子 内部就是功能显示区域 拔出主机部分 这些排擦 上面都打了白胶的啊 这都是细节 这就是这一个云朵2.0的核心部件 这个起到密封 防水 缓震 加厚的 红色的硅胶材质的垫子 这两个弹簧 用来监测水箱的工作状态 附着语音播报的扬声器 这一排控制线缆 就通过这里顺到下面 这一部分是洗地机底盖上面的 100度热水级装置 固定这个装置的螺丝和卡扣 洗地机滚刷的100摄氏度热水 就靠这个装置来生成 这个不是广告虚吹的啊 这个是实大实的有东西的 缓震泡棉 抗震用的硅胶 做工的细节确实是拉满了 所有的水管都是硅胶的 底盒下面这里还有一个传感器 电机的供电线 采用的是XT30的接口 取掉螺丝 我们就可以拿出这个固定框架 背部一样的都打了白胶 这是主电机 白色的硅胶缓震电 这一面一样的白色的硅胶缓震电 强大的吸力 全靠这一个电机产生 这是内部的电池模块 一共是六颗电芯 组成一个六串的电池组 电池组的两边 都贴有这种黑色的绝缘贴纸 这个是做绝缘保护的 撕开这个模式显示的 一个黑色的贴纸 三颗螺丝 把主板固定在这一个 黑色的壳体上面 固定螺丝上面 硅胶缓震电 真的是细节拉满了啊 难怪这个吸尘器的噪音不大 拿出散盖 这个就是这个洗涤机的主板部分了 电池组通过裂片 焊接在这个板子上面 洗涤机的主控制板 整个洗涤机所有的功能 都是由它来完成 主机上面的水箱材料 采用半透明的ABS工程塑料 壳底材料 采用ABS工程塑料 一体租出成型 这个硬度强度都是够的 电池散盖上面的材料 采用的是PC主燃材料 主机底部的黑色塑料 采用了ABS工程塑料 这些就是主机上面 拆下来所有的零件 这个云朵2.0洗涤机 我已经把它掰开揉碎了 只有通过拆解 我们才可以看到 这个产品真正的实力啊 每个零件做工细节 都是记得住考验的 然后就是最关键的电路设计 我们现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电路介绍 我们首先从这个基站上面 这个RGB四维自进导的电路开始 220伏从这里输入 这里有一颗管状保险丝 旁边一颗黄颜色天态的 X2安硅电容 这个板上面的220伏电 这一部分是输给PTC加热板 这个插座用来连接开关电源 这一块板子就是开关电源 来自佛山冠宇达电源出品 这个是1999年成立的 专注于电源解决方案的 一个老牌企业啊 电源的规格参数是输出直流 26.5伏一安 这个用料可不简单啊 苏州华德的保险丝 台湾91的热敏电阻 重庆平尾电子出品的整流桥 两颗高压滤波电容 照气滤宝石出品 主控的供电电容 深圳新中原出品 台湾加通科技出品的电源主控 吉林华为电子的MOS管 台湾一光电子的光电偶合器 台湾和声堂的安硅外电容 两颗美国美台半导体的358运算芯片 小特级二极管输出整流 照气滤宝石的滤波电容进行滤波 这里再加一颗新中原电子的滤波电容 还有一颗共膜电感进行滤波 电源虽小 五脏俱全啊 这一块板子就是PTC热管理 和灯光控制部分的一个板子 我先来介绍元件 再来给大家说一下工作原理 江苏杰杰威电子 800伏双向顺态抑制可控硅芯片 台湾一光电子的EL3052和EL817 直插式光电偶合器各一颗 上海新盛电子的HA8T1616C 单片机芯片一颗 上海龙芯半导体XL1509 降压芯片一颗 22022微横电感 三颗滤波电容 都是来自长州的华为电子 两颗用于降压电路输入输出滤波 一颗用于单片机供电滤波 四色LED灯带一根 这个是PTC加热板 加热板上面三个NTC热明电子 再来给大家说一下工作原理 这个主角是PTC加热板 利用板子上的220伏试电进行供电 采用的是耐高温的硅胶线材 耐压800伏的可控硅 像个电闸 防电压浪涌 保护电路稳稳的 控制靠着一个MSU单片机 相当于大佬 26.5伏的电压 从这里进去 配合22微横电感 把电压降到5伏 这一路给RGB灯带进行供电 这一路配合这一颗吻压芯片 再配合这个滤波电容 给单片机芯片进行供电 单片机读取 三颗NTC热明电子的数据 决定加热开关 一光电子的3052光偶 把信号安全地传给可控硅 调控PTC的温度 在70到100摄氏度 这个四色的RGB灯带 也是靠单片机芯片 发送PW信号 调节紫红蓝绿 817光偶 防止短路 确保电路的稳定可靠 零重力手柄的电路 这一颗芯片没有适应 负责控制 电源就是来自这一颗 2032的扭扣式电池 这一颗电容负责纹压滤波 按键产生的信号 通过手柄上的红外灯 进行传送 主电机电路部分 同样是先给大家介绍原件 再来给大家讲一下工作原理 天津历神新能源出品的 21700电芯 一共用了6颗串连 单颗容量是3900毫安 广东赛威威电子 CW1072 锂电池保护芯片 CW1071次级保护芯片 CW2217BA电量计量芯片 苏州斯瑞普微电子出品的 V358B运算芯片两颗 南京威猛电子 M1-6234线性尾压一颗 深圳微创直音电子 WT588语音播报芯片一颗 上海新盛电子的 HA8F105AC8单片级MCU芯片 深圳天威电子 LED控制芯片 TM1637 西安托尔微电子 TM18723电源管理芯片一颗 台湾汉母半导体 DTQ6612开关管两颗 北京新洲科技 DC降压芯片 SCD2632 江苏长津科技 78M05降压稳压芯片 三颗批勾到莫斯管 台湾汉母半导体的 DT-M6601 主机控制板的工作原理 六串电子组满电电压25.2V 配了主保护 次保护 还有电量计量芯片 保障安全的同时 还可以适时监控剩余的电量 电池的电压高了 设备用不了 所以主控板上 还有几套降压系统 2632芯片 把电压降到12V 给这个电解水系统 和水棒进行供电 78M05 把电压降到5V 给主板上面的LED供电 还有这一颗语音芯片进行供电 M16234线性纹压芯片 提供更干净的电源 专攻MCU 或者是运算芯片进行供电 这一颗主控MCU芯片 它是整机的大佬 负责指挥所有的电机 语音模块工作 比如控制主电机 用这一颗80N06开关管 这一个水棒和滚刷电机 分别用这个DTQ6612控制 充电开关 则由于一颗DU6661掌管 这些MOS管 就是电子开关 主控芯片 叫它们开 它就开 主控芯片说关 它们必须都要关掉 这个设备什么时候开 什么时候关呢 靠的就是传感器 板子上面有两颗358运放芯片 和这一颗海帕检测芯片 这些都是用来采集电流 水位 温度等信号 传达给主控芯片 这一个机器的人机交互方面 配备了一颗WT588语音芯片 能播报各种状态提示 LED显示 则是由TM1637芯片控制 三颗PMOS管 实现不同的LED灯的亮灭 显示电量和状态信号 最后就是充电部分 洗地机进入机座以后 触点连接上 这一颗6661MOS管 控制充电 导通开启 220V的大电容 负责滤波稳压 充得快 还不上电池 所有的这一切功能 都是由这一颗MCU芯片来掌管 滚刷的电机 来自深圳城方电机有限公司 电机做工非常的扎实 洗地机的主电机 来自无锡康沃特 变频电机有限公司 工作电压21.6V 功率可以到200W 所以说这个洗地机的吸力 非常强悍 电解水装置上面的水棒 采用的是 上海青阳流体科技有限公司出品的 这个水棒的质量也是非常好的 兄弟们 这个云朵2.0洗地机 我把它撤透了 也是彻底的 掰开揉碎 拆透了 我的目的就是给大家最好的参考 一个好产品 不光是要一个好看的外观 强悍的性能 内部做工用料 也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强悍的性能 必须要有很好的做工来支撑 全网没有人像我这样做一个产品的撤斋 咱们的视频流程非常的长 只要这个产品一直在售卖 我的视频参考意义就一直存在 对吧兄弟们 这个云朵2.0洗地机 它的性能 做工 用料 电路设计 确实给了我不少的惊喜 2000多的价位 那肯定是王者般的存在 咱们不需要去吹嘘它 实测的数据 拆解数据 用料的数据 都可以看出来 几乎95%的内部圆券 都是一线大厂的产品 我的总结清单全部列出来 大家一目了然 对吧 谢谢你们对我这个频道的支持和关注 还是那句话 喜欢我这种硬核拆解的 点赞关注投币走一波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